早上起床一杯水 进办公室再一杯 根据研究 我们人类可以17天不吃东西 但不能两天没有水 所以喝水绝对是有好处的 只是一杯 一杯 又一杯 这样喝下去会不会水中毒啊 我们一般正常的成人 在正常的饮食之下 每天可以喝到14500cc的水分 而不会引起体内的水中毒 或是水分胀力的不平衡 14500cc 一般人一天根本喝不到那么多水 那么水中毒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所谓的水中毒 在临床上称为低钠血症 指的是体内钠离子的浓度太低所造成 钠离子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平常摄取的盐分 我们常会在吃了太咸的东西之后觉得渴 就是因为体内的钠离子增多 刺激大脑产生渴的需求 让我们去喝水来增加体液 回到原本的纳平衡状态 而水中毒的情况就恰恰相反 是因为体液太多 钠离子相对太少而导致的现象 在胜功能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的两个肾一天工作24小时 约可产生1到2公升的尿液 当一次进入体内的水分太多 来不及被肾脏过滤的水分被迫在身体细胞里停留 破坏正常运作导致水中毒 轻者头痛水肿 严重的就得紧急送医 严重的可以很可怕 病人可以发生癫痫 昏迷甚至永久性的神经损坏 水中毒的后果虽然吓人 但只要胜功能没问题 就不需要太担心 没事多喝水这句话 基本上是没有错的 只要把握不要喝得太急太快 不要一口气喝得太多的原则 保持一天至少1000到1500cc的摄取量 仍是保持健康的博尔法则 感谢观看